在這個經文,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這裡講到,凡稱呼耶穌主啊主啊的人 這些人是沒有去過教堂的 不是沒有聽過耶穌的,他們聽過耶穌 曾經在參加過基督教的活動的 那麼,不難都進天國 不是他們個個都可以進入天國 唯獨遵循我天父子的人才能進去 所以這個經文是非常清楚的 是一定是遵從天父的人才能進入天國 而當那天呢,有許多人對耶穌都說了 他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一命,傳道奉你一命 趕鬼奉你一命,有許多義能嗎? 就是那些人,簡直是曾經參與過侍奉的 甚至是傳道,甚至趕鬼行二能 就是他們可以在神裡面有信心 但是呢,耶穌就對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給別人,開我去吧 其實耶穌說,我和你沒有關係的 沒有生命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信耶穌的人,一定是和耶穌有一個生命的關係 他才是得救的 那麼他生命沒有關係 就是說呢,他們是沒有跟神 就是沒有回應神啦,沒有遵從神啦 跟祂,就是說那個討告 不是能夠達到神那裡 就是因為祂真是生命有問題了 那麼然後呢,祂呢,也都沒有遵從神 跟神沒有交往,沒有給神去感動,去帶領 所以這個人呢,是不得救的 是離開我去吧 那但是呢,有很多人呢,就不相信這件事的 他就覺得呢 就是我去過,我曾經宣教呢 去過一個教會呢 那麼他告訴我們 他們那個區的那些 那些教會的牧師呢,全部都相信 就是總之這個人說信耶穌呢 他就得救的了 無論他的行為怎麼樣 那麼所以呢,他就叫我不要說到說呢 你沒有行為就不得救 不過他說你可以激勵人 遵從神,和侍奉神 因為這個牧師其實本身 他是一個更生的牧師來的 不過他呢,就跟從他地區那個 他那些規則啊 就不能夠說那些無遵從神的人呢 不可以進入天國 那麼他就叫我不要說這件事 就 啊 那我就 和他爭論啦 因為我已經不是長久在那裡 去那裡是幾天的時間而已 那麼我就 說這些,但是呢 他說你激勵人呢,就OK的 這個其實,就是我真的遇見他那些人呢 他們是覺得 不必一定要遵從神的 OK,大家看到這個經文呢 首先我們能不能說這裡一定是說到人不得救呢 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沒有遵從神的時候 還有遵從什麼程度呢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呢 我就覺得是,是要遵從神才能進入去呢 因為他講得明是,遵從我天父的旨意才能進去嘛 嗯 那麼他們怎樣可以 說到鬼也有行二難呢 是不是那些是,不是重生自立的能力呢 那大家可以一起思考去回應,好嗎 大家都可以去想的 一個人他跟神沒有關係 他奉耶蘇明趕鬼那些邪力會不會有反應呢 會不會離開呢 他平時都沒有親近神,沒有聽神的話 還有沒有遵從神去離開罪呀 去做神起業的事咯 嗯,OK,OK 就是你就覺得他趕不到鬼了 但是呢,這裡就說他趕到鬼了 你奉我命趕鬼了,行二能 就是他們奉耶穌命,行二能,行神即決事 但是耶穌說我命就是他 那,其實當然趕邪力有效的一定是一個信耶穌的人 但是一個人他不信耶穌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 就是張佳音有一個見證的 其實他以前錄了音我聽了的 張佳音呢,就是以前他是跟過印度教的 並且他是經歷很強很強的 他經歷到什麼程度呢 他說呢,他可以知道一些人的心意 還有可以影響他們的心意 他打坐的時候呢,他爸爸看到他後面有光了 他回香港,他去了美國 他就去讀書的時候呢,有個印度教的老師呢 他因為他很悶啊,那些學生每個都走光了 直到佳音的一個照片 那那個老師就跟他灌輸印度教 那結果他就去跟他打坐 打坐的時候呢,那些人就會離開身體了 即是他靈出教 然後呢,他呢,後來回香港呢 他回香港的時候呢 他爸爸看到他晚上打坐的時候呢 後面有光了 他說,你真的應該做佛了 那張佳音呢 那時候呢,就認識一個同學 這個同學呢,就是小學同學來的 由小學開始,那現在已經長大了 即是大家都是好好的朋友 那所以呢,哪個人不見他都一定見他 那他就穿著一件袍子出街的 去到那裡呢,就找到他的同學 那他就告訴他的同學 他自己怎樣信印度教 那個同學就說他信耶穌 和耶穌怎樣幫助 那那個同學就跟他說 我邀請你,你試一下呼求耶穌 那他又叫他那個同學 你又試一下,用我的方法打坐 那些這樣的方法 那張佳音呢,他就 他打坐的時候呢 有一次呢,忽然間他試一下 其實他就說到他做什麼呢 他去圖書館 他去圖書館去看他的書 他說我要證明基督教是錯的 他說因為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說要是你瘋了,要是他真是真理 那我想去證明他是錯的 不是真理來的 那他就走去圖書館找書 那結果呢,他越穩就越發覺 證據是知詞 聖經是神的說話 那他就在他打坐的時候 他就試一下做一件事 他在他打坐的時候 他忽然間叫耶穌 他一叫耶穌呢 那些邪靈馬上走 他打坐的時候呢 他是有很多邪靈 所以他的師父就叫他去印度 他回去印度的時候 經過香港回來香港 那他試過好像三次 那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說耶穌的名字這麼厲害呢 那就是說他其實當時都沒有信耶穌 但是他說耶穌的名字 那些邪靈都走 那我們不能夠 就是我們沒有這樣的機會去找到一些人 他是不信耶穌 但是他奉耶穌命趕鬼 那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 是唯一我聽過這個 所以這個否定人可以奉耶穌命趕鬼 那行二能 我們通常來說也都沒有人是 就是他不信耶穌 他奉耶穌命行二能 就是我們是沒有見過這些東西的 不過呢 聖經是說有 所以呢 就是真的有人可以是這樣的 那也都呢 有些人傳道呢 就是真的很離譜都有的 那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呢 我以前在外國的時候 我就在一個教會裡面 就有些 就是我主要當時 我是target 學生 因為我覺得學生有前質的改變 我就去學校那裡派一些傳單 派一些傳單呢 那全部都是學生來的 那有一次呢 在我們聚會之後呢 就有一個女生收到一個電話 那他在我面前收這個手機 電話那裡說 說電話說什麼呢 他說我不用你接了 就行了 你不用接我了 他講了很多次 那我就問他 我說誰這麼想要接你呢 他說有一個牧師 我說為什麼那個牧師這麼想接你呢 那就知道這個牧師呢 原來呢 是有經常要接他 還有呢 有另一個我們的女生呢 她就天天去她那個 家裡那裡去教她英文 那我就跟那個女生說 為什麼她人都要來給她教她 她很有愛心 她好像她爸爸那樣 那我就打給那個牧師 我說呢 你全方收圍都可以傳的 就是全街都可以傳的 但是為什麼你要去找人 教會的人 她慢慢去 慢慢去 慢慢去 又要載他們 又要 又要教她英文 她說我這個是愛心的行為 我不是想叫你那些教友 離開你的教會 我說這件事你應該做的 就是你有這麼多事情可以做 為什麼你要去別人的教會那裡 去這樣做法呢 那他 他依然是這樣做的 就是我都不阻止他 我只是告訴我的教律 就是這個人是有些問題的 那後來我跟那個女生說 車 車他又教她英文 那個女生說 我說她車你回家有什麼做 她說她會抱著我 哇 有問題啊 為什麼她會車你回家又抱著你呢 她說她好像爸爸那樣 那後來這個女生就離開了我教會 就去了那裡 那去了之後呢 看過Facebook他們告訴我 她現在化妝得很久了 馬上改變了 就是我看到這個人 她做教會她到底是 她到底是做什麼呢 就是她 她是 真心傳道啊 因為她只是想建立一個教會 所以多些人呢 用任何方法都可以達到 而當她做這件事的時候 她也都會做一些不道德的效果 那所以 就是我真的見過這樣的人 所以這個真的在基督教圈子是有這樣的人 那我也都聽過那些非洲牧師說 有些呢 在非洲那裡呢 他們甚至呢 是用巫術 他說用巫術呢 他的能力大一些 那所以呢 他要巫術呢 那些人呢 就會受影響了 那 就是被經歷到那些能力 那我自己聽到 哇 我真的覺得很離譜 那 所以我回答你這件事 是真的有 有些很離譜的 大家也不知道什麼 回應 就是說 有些人 他在教堂很活躍 那 我又講另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另一個故事呢 就是 這是真人來的 有一個教友跟我說 他說呢 我的 侄女呢 現在跟教堂一個 負責敬拜的人呢 走得很密 那 他覺得那個人很有問題 而呢 他從他的女子 那個侄女呢 聽到這個 這個男子呢 在教堂呢 已經聽到幾個女子有性關係 那 我聽到之後 很驚訝 其實教會很活躍 那跟著呢 他就反地追女子 然後呢 並且跟他們有性關係 跟著就 撤掉人 這些都是真實聽到的故事 大家聽完有什麼回應呢 就是說 是不是真是天國裡面有些人 在教堂裡面有些人 是會做這樣的事情呢 牧師有回應的 想問一下呢 你 剛才陳述這些呢 其實我以前回的兩間教會 都是有這樣的情形的 都是牧師本身 是 牧師本身變壞了的牧師 牧師本身變壞了的牧師 就是犯奸淫 那些 是啊 在錢財上面 和一些不道德義上面 是 是啊 那 那我就想回應一個經文 我這樣理解 你提出了這個例子 我這樣理解 他們其實 譬如他們本身一開始是好的 但是後來他們變壞了的基督徒 我這樣形容 但是呢 是不是呢 譬如他們繼續 他變壞了 但是他依然可以繼續傳導的 就是他沒有離開他的崗位 可能依然還可以 但是傳導這個 不會很能夠看到 這個牧師有沒有傳導的因果 未必會很直接看到 但是譬如他們 趕鬼啊 行義能 這些可能就是需要聖靈的能力 才可以做到的 譬如他們就先變壞了 他們這個能力呢 上帝是不是 不會將他們這個能力 譬如趕鬼和行義能的能力 從他們身上去拿走的呢 所以他依然能夠做 所以他們做完之後 他們上去天堂 看到豬就說 我做了這些 但是 一個變壞 走了啊 不是 那就是因為他們變壞了之後 他們就上了天堂 跟神這樣說 所以神就向著他們說這一句呢 他可以是 變壞 他可以是由頭到尾都是壞 兩人都可以是 其中有一個 香港的教會 其實這個人物呢 因為他是公開呢 報紙都攻擊過他的 所以我公開說他的名字都沒有問題 因為報紙都將他的新聞寬出來的 就是梁日華 就是這個石岡安教會 石岡安教會呢 他呢 報紙都講的 他說他呢 就告訴那些教友聽 就會有那些 就叫他去大陸 去探石 撞地球 那呢 就和他又講到世界末日那些 那些已經不止一次的了 那就叫那些人呢 走去大陸 去探石 撞地球 那就 然後又叫那些人儲存食物 那他去大陸那裡 或者呢 他去不到大陸 就走上大寶山 香港的大寶山 上去上高那裡逃避 逃避這個探石 那這個就是一個真實的情況 那這個是耶穌所吩咐的 就是如果有人說 這個耶穌回來的時候 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他就清楚講出 他說 預言到耶穌何時回來 但是結果沒有認 但是他的教會有很多的神跡 那到底這些 是 是 到底他和神關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他是 他是有問題的 我們不知道到底 他 就是我不去說他一定是他的教會 不過我就說呢 他是 就是真的很有問題 因為聖經分枯了 沒有人知道的 他是 他是很 很明顯的 他就 是 他就說他知道 那這個就是一個其中的例子 那這個就是一個其中的例子 就是真的 他 只要有能力 實在 可以依然給他有這個能力 就是可能是他們的心目中都仍然是 都仍然是 是對付主 仍然是在做主要他們做的事情 會不會是有些情況是根本是自己不知道的? 就是不知道 有可能不知道的 他以為他真的是自己得救的 就是有些人他是不知道的 是啊 因為他就是說 他有表面背改信仰素 因為背改你可以是講的 神啊我犯了一些罪了求你謝罪了 但是他照犯嘛 就是不是只說 認罪呢就是 而沒有背改是可以得救的 就是他只是認罪 但是他照樣走 他可能以為他自己得救 也都有一些呢 真是本身都 就是根本他覺得耶穌這些假而已 這些不真的 或者有時候人就是這樣的 就著重 著重呢就是 就是地上的果效 還有他侍奉有果效 那我講一些實際的情況給大家聽 就是因為我都幫非洲那些教會 那些牧師買電器 可以看我們的網上的訓練 那些牧師直接告訴我們 他說有些牧師拿了這個 就有其他用途 又不看我的訓練 又不肯做工具 那所以我現在是嚴格很多的 就是嚴格很多 他們一定要開始做工庫 我才會給錢他們 那這個都是 就是真的有些人 就是真的有些人 是會拿了屬於他們的東西 那我 我都很清楚地告訴他們 那到底這些人 是偶爾間這樣做 或者他根本就是 經常覺得 我們要生存 一定要這樣 有 就是人真的可以給這些影響 OK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想問 有 牧師 但是那時候我都 就著這句 去問過神 就是為什麼還不繼續 讓祂在位置服侍 但是後來 我們會記得 有一個就是在說 如果這個人 就是門徒遇到一個人 他不是跟從耶穌 但是他在外面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 他就跟耶穌說 這個人在外面這樣做這些事情 然後耶穌也沒有反對 那個人這樣做 他說這個人 他不反對我們 所以 都可以繼續讓他在外面 就是全耶穌 他趕鬼 他說有人用你的名叫趕鬼 但是他不是跟我們一起 耶穌說 每人能夠做我們的工作 而他會敵對我們 他如果做這個工作 他不會敵對我們 這個 就是不是跟我們作對的 他就是幫我們的 所以耶穌 耶穌不是說這個人有問題的 耶穌正說 不是一定要他們跟著我們 才可以奉耶穌命趕鬼的 他們都可以 那個要點是這樣 那個要點不是說這個人有問題的 那些門徒以為 凡是趕鬼一定要跟著耶穌那幫人 就是他可能跟過耶穌 跟著他就去 趕鬼 耶穌就說你不要禁止他們 不是說這個人不能夠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答我吧 明白 所以這幫人 天堂 馬太福音 這幫人 其實都可能是跟這個處境 不是 那個不是 那個人不是 那個人耶穌是說 他做我們的工 他不是 他不是敵擋我們 他們都是幫著我們的 耶穌不是說那個人有問題的 但是 馬太福音這幫人是有問題的 怎麼樣 馬太福音這幫人是有問題的 是的 就是我們可以單憑這個人 有沒有趕邪力來判斷他 是不是屬於神聖 我們是一定要看他的生命 有沒有聽實的話 有沒有親近神聖 其實那麼多人的果子 都是必然的果子來的 OK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去到下一段的經文 就講到 一些侍奉的 就是侍奉的 是 有講到聖靈的果子 和有侍奉的果子 我們不知道時間夠不夠 我們講了那麼多 好了 誰先讀 就是說 首先是聖靈的果子 那一段 然後呢 就有 下面呢 一那裏呢 就是生命的果子的 然後二呢 才是 侍奉的果子 那不要讀二 誰讀 是 我讀 是不是第六點 牧師姐 是 是 結果子和事奉神 聖靈的果子和事奉的果子 聖靈果子 我執加了太書 五章二十二節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人愛喜樂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這一樣的事 沒有律法 禁止 讀了 事奉的果子 嗯 我們就讀這麼多 哦 好 那這裡呢 就是講到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會有這些 的 我喜樂 這些各樣的果子 其實它是 原文是一單數來的 聖靈所結的果子 是聖靈的 單數 然後呢 它就包含了這些 國藥的質素 就是為了一個 真信耶穌的人 它必然有聖靈的果子 嗯 大家有沒有見過 那些基督徒呢 又吵架呀 又發脾氣呀 又失控呀 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基督徒 其實自己有時候都會發脾氣咯 是啊 OK 那麼 那個問題就是說 那 那怎樣才是有 聖靈果子的人得救呢 就是 啊 就算得救的人有聖靈果子 不過同時都會有這些 負面的果子 那怎樣才是 這個人是得救呢 大家去思想一下 那那個意思 因為為什麼呢 在羅馬書第八章我講到 犯被聖靈引導的 都是神的兒子 就是 就是凡是神的兒女 都一定有聖靈感動 有聖靈的帶領 它才是神的兒子 如果沒有聖靈帶領的 它就不是得救的 就是得救的人呢 有很明顯 神來講很簡單的 它裡面有沒有聖靈居住在這裡 它有的時候 它跟神有關係的時候 它是得救的 它沒有呢 它就沒有 它就不得救的 而有聖靈的人 會有聖靈的果子 不過也都我們同時 經常都見到有很多人 他有 不好的果子在裡面 OK 那大家你覺得 那個人有不好的果子 怎樣才是 這個人 就是怎樣判斷這個人 怎樣衡量這個人才是得救呢 我想是 就是如果你這樣做果子 其實自己都會 煩了一些 可能有時候不夠溫柔 但是如果我自己是 想悔改的 就是有心去悔改 我雖然今次犯錯 但是我下次會提醒自己 或者是師傅提醒我 那就是去悔改 去改了去呢 那我想都是得救的 是的 是的 我也同意 是悔改 認罪悔改 OK 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侍奉人 有些侍奉人 很懵悔的 經常罵那些跟他一起侍奉人 有沒有聽過這些 有啊 有 那去到一個什麼的點 然後這個人是真的不行的 不悔改 是的 是的 他也都沒有動力去改變 覺得是錯的 所以 這個人 他真的得救 他會有這些性能的果子 那我又問了大家 為什麽都有很多基督徒 是很憂慮 煩惱 不開心 冷靜 老徒 都幾多下的 是吧 那為什麽會這樣呢 嗯 那你不到神那個 那麽好啊 就是 創造我當然要 那麽愛我當然 就是我當然去親近祂 祂就更加去 就是 就是 他又去 我的內面 就是 不知道神是好 不知道 耶穌是一個 那麽好的救恩 還有他自己平時都 生命都沒有改變 最重要是不相信 還有他都沒有一個 就是 我身邊很多啊 很多 有時我看得到神很難 有時我自己會很痛 他在那裡祈禱 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麽去幫他 他自己都沒有看神經 有沒有去 來遏 有時候 有時候 在這麽環境 都離開了 沒有回教會 很多 但是有時候我留上的幾個 有時候我會跟他們說 他們都說 我現在年紀大了 講回他們自己的年紀大 又這樣又這樣 都不相信自己相信耶穌的得救和救恩 和一個很好的禮物 其實聽你說那些人其實得不得救呢? 我看到他們生命到 好像剛才說都沒有聖靈在裡面居住 沒有改變 聖靈 是 事實上在教會真的有很多這樣的人 不過是一間教會的 有些就會多些 有些就會少些 因為有些尤其好像有些活動 還有一些人都說有些安慰 就是去安慰這些人 或者有些活動給他們 他們呢 或者有人很誠意邀請 但是他們來到根本是沒有這個悔改的心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生出這些果子 也都有其他原因就是沒有人教他 怎樣處理生命 沒有人教他怎樣去擠出聖靈的果子 怎樣處理裡面的那些憤怒 就是有很多基督徒相信耶穌之後 是依然是沒有這個觀念去處理怒氣的 沒有這個觀念去處理猛狼狗 總是口一出身就是猛狼狗 這個就是有些所謂的基督徒 而有些真的不得救 所以我們去幫這些人清楚得救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讓他們知道耶穌多大的救恩 耶穌多大的事 還有一個姐妹想分享 是呀 是我呀 是呀 我其實就是想說這一點 耶牧師 我記得那時候聽了你說 要處理生命 之後我就發覺 開始對於一些負面的想法 或者被別人對自己不好的感官 那些第一身的潛意識 我就會盡快去處理它 在神面前將它想一次 究竟神是怎樣想 還有因為我那時候聽你的信息 其實對我的幫助很大 就是很相信神會為我申冤 神是會幫我去解決 那種很高位 於是真的輕鬆 在裡面是中國人所說的化 但是其實化是有點負面的 而在神裡面知道到最後 那個為我申冤 還有會為我審判的 是神自己 還有祂一定是不會大細超地對我 祂一定是對我最好的 就是那種觀念來到的時候 心命的確是不同了 嗯嗯 OK 感謝主 所以我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都去影響我們多位的人 嗯 都是的 可以有什麼方法去影響他們 嗯 首先自己 自己有改變之後 自己本身那個性情都會不同 我很留意看到是輕鬆了很多 對個人很多事情 自己那種輕鬆寬容 很自然呢 跟身邊的人相處的時候 人家是會知道的 那也是樂於去分享自己 我比較多不好的經歷 病患上 那我又去分享到今天 自己可以是這樣 其實在神裡面做了些什麼呢 我怎樣可以走到上神的路裡面 而成為今天 是否有一種分享 沒有那麼計較的裡面 那種歡樂和愛呢 就可以傳遞到出去了 嗯嗯 嗯 非常好 這個就是我也鼓勵大家去做 尤其我們想到這個 真的是 在一個末後的日子 我真的覺得呢 我們是很近活期的 因為 戰爭啊 飢荒啊 那些 經濟現在是很多國家 有一百個國家呢 可以有經濟危機 有六十九個是隨時崩潰的 就是有三種危機 一個就是食物 第二個就是食物的短缺 第二個就是能源的短缺 第三就是經濟的問題 有很多國家 就是有六十九個國家 這個是聯合國報告的 六十九個國家 是這三樣同時有問題 那已經是 斯里蘭街已經是 就是簡直是崩潰了 現在很多暴動啊 抗議啊 因為那些人是 譬如拿電油啊 都很難很難削到電油啊 整天都沒有電啊 整個國家都很大問題 巴基斯坦也都是不難 這些危機 就是有些國家 就是隨時可以崩潰 那所以 這個末後日子 我們聽到 蔡先生的展妹說到 她所認識 很多人都是很 很軟弱 經常都在情緒之中 那我們真的 可以影響到他們 我們就影響他們 那這個就是可以 力大的發揮 就是神主 有沒有人有回應 其實我們幫人的時候 發覺真的 都挺難幫的 那些情緒化的人很難幫 就是她的思想模式已經習慣了 她相信耶穌 她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穌 我也不知道 她好像覺得沒有這個觀念去處理 就是沒有這件事 根本完全覺得不需要處理 是這樣的 那些人很不開心 就是這樣的觀念 楊牧師 我在近來這一兩年 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都接觸過很多負面情緒 或者精神上有很大的壓力 但我都發覺有一些 當那個時間到 我們又接觸到她 一直不放棄 但是又不會太近身 的狀況下 我說的時間到 因為一直都 有些人一直為祈禱 做就她 當說時間到 有一天她突然間就會說 她就說 我想將所有的 只是交給神 我不再去硬頸 一定要這樣發生 神真是做的 我們其實 譬如我們在這裡 我們自己的教會 久不久會有一個 比較小的 方式幾個人 特別就和她一起敬拜 經歷神自己的愛 經歷在敬拜裡面 心命裡面的釋放 看到神自己的能力 真實 然後她就慢慢慢慢 將自己交出來 但不是第一次 我發覺 那位姐妹到現在 我們相處了都有一年 近期才是這樣的 我想是一個時間 到一個時間 她繼續有接觸的時候 最重要是她自己肯去接觸 一幫同行者 那時間到的時候 就好像真的看到 有一些的果效 那的一個人 也好看教會 有沒有這樣的幫助 去牧養 有沒有訓練的人 懂得這樣去牧養 如果沒有這樣的人 如果沒有這樣的人 領袖都很激烈 很激烈的 很容易罵人 她下面那些 也是這樣 所以其實都找對一個 找對一個 像耶穌基督自己所說的 教會是很重要的 是的 但是的確有很多教會 她已經在現實狀況 就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都希望大家有憐憫 我們就不是批判 我們是憐憫他們 我們求神給我們智慧 怎樣去幫助 是真的有很多教會 她們在這個生命的果子 她生命的果子那些人 生命果子有問題的人 她也都是同時 有之前我們講的那些問題 就是她不知罪 不肯理罪 她就沒有去繼續信教耶穌 沒有什麼祈禱 沒有什麼親近神 沒有什麼愛神 都是同時發生著 不只是一樣的 是各樣一起 都是有這些問題存在的 也有些是改變的 都是真的 的而且確我們看到魔鬼 在活後日子 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 就是利用人的負面情緒 這個負面情緒其實有很多因素影響的 一個就是整個社會很多問題 所以那些人就很不開心 很煩惱 另外就是社會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神可以使用 使人去尋求神的方法 也有很多人他們沒有去尋求 他們只是希望這個世界會變好 而且有些人甚至這樣說 他說如果有神 他應該會令到這個世界好一點 他不明白的是因為人的罪 所以這個世界是變好 是變差的 大家聽到這樣說 大家有沒有這個註明 我真的要幫到周圍那些很弱的人 其實很容易找到這些人 你就算不認識他 你怎樣找到 在教堂你會看到的 你看到他回到教堂 沒有什麼喜樂 就算你看到他 如果同一小組更加知道 因為他講話是大家會知道的 在他講話經常都是講負面的 那你不同的小組 你看他的樣子 他進到教堂都好像很孤 又孤單又開心又沉重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這樣的人 教會 有 那你們會不會有這個心 不如我去女生兒子 不是第一次就說 你有什麼需要我幫你 他當然說我沒有需要 只是認識他 主動走過去跟他聊天 多點留意跟他聊天 關心他 嗯 是 跟好朋友去詞 一路一路去 覺得你都 就是 看到他 又需要去聽他說 總之就去看看他需要什麼 你就去關心他 嗯 嗯 是 非常好 像周六年兄姐 非常這樣 他聽他說 他聽他說 他身邊 他怎麼樣去幫他 嗯 嗯 OK 非常好 嗯 嗯 如果說到實際這件事 譬如真的這樣去做的時候 有什麼難阻 有什麼 有什麼阻礙人 去 這樣去關心人 其實自己內心有很多難阻的 大家可不可以講一些難阻的 現在我們就是應用了 我們知道有些人真的沒有什麼性能的果子 他跟神的關係 他不懂得從神得力 有些人是學 沒有學過 沒有人教他 他只是祈禱什麼呢 神啊 你快點幫我吧 治好我的病啊 神啊 我要錢啊 我要結婚啊 就是有些人他試著在這裡 那他得不到的時候 他就很開心了 那麼 我們 就說他幫這些人 有沒有什麼難阻 所以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幫到他 因為有時候 譬如你看到他很憂慮的 那麼 原來我自己也有一些很多憂慮的位置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都沒有處理到 我怎麼處理這個位置呢 那麼 會有這個位置 那麼 還有願不願意花時間 這個第二件事 就是 你願意奉獻自己多少 在這個生命上面 第三 就是你身邊有沒有其他 肢體跟你去配搭 去服侍這個人 互相去撐住 就是有時候我 就 服侍沒有那麼有力 那麼身邊那個可以鬥一鬥我 或者他那個服侍就多一點 對了 那麼就是這幾個位置 OK 好非常好 那我們不如去第一個位置 就是說 我們自己都有一些這樣的問題 那麼我們怎麼處理呢 那麼 就是 譬如你 我本書《輕鬆得性》 就是 清楚講出什麼方法 還有你上網找 輕鬆得性 或者處理情緒 我也有很多這些教育 大家有沒有試過用 或者用得到呢 有啊 葉牧師 你本書呢 我都送了出去的了 的確是實際的 我想沒有 有很多人都很普遍 有些的問題 大家都有 但是呢 是不是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 信神會幫自己解決 於是乎呢 就可以去一種心態 就是 雖然我現在未解決到 但是不要緊 無所謂的 神一定會幫我的 就是一種被人感覺好像阿Q 但是真的不是阿Q 而是聖靈在裡面 做到自己去一個位置 就是 接受和相信 而呢 我覺得他接近這些人的時候 就不是幫他解決那個問題 是解決他心裡面 依靠神這個動力 去相信神自己的引導 我比較多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相信有些問題 縱使別人有的時候 特別 一些位置自己都有 而我又覺得 在我自己的生命裡面 那些難的事情 又不會令到我 很不開心 因為我信 還未解決 只是遲些 就算會解決 或者不能夠解決 都好像已經不是一個最重要 而是知道 神一定會看著我走每一步 直到 那件事完了 還未完了 神都在這裡掌管 我想是這個位置 是這個位置 那個態度 可以傳遞到出去的 這個態度 是呀 講完了 是沒有 是有意思 我的意思 想得到解決 就是 有沒有 真的 放手 就是 不是一定 那些事情 是我們想得到解決 就是 那些事情 是我們想得到解決 會得到解決 就是說,我深信就算沒有解決,神都會給你兩回事 首先有平安喜樂,然後我慢慢逐步去處理那些問題 兩樣是不同的,一個就是在神前有平安慶省處理問題 第二就是說,我去處理那些 一個是處理內心,處理內心,能夠有平安慶省 第二就是處理那件事,譬如同人關係,或者工作的問題 各方面情緒的問題,就是首先是從神那裏得到平安慶省 才去處理那樣的實際問題 有沒有人有些東西想詢問關於這方面? 我們只是說這個項目而已,大家可以詢問 例如說,我發覺很難處理這些問題,我可以講給你 OK啊,如果是沒有想到的話,就可以去處理 還有呢,另外呢,另外有一點呢,是非常重要呢, 我們講到就是怎樣有聖靈的果子呢,就是說, 建立與神的親密關係。 在同神親密關係的時候,和放下世上的東西呢, 那個人呢,就用了平安行樂精神, 就是說與神的關係加強的時候呢, 他真的會給我們力量。 那還有呢,信靠聖經的應許, 因為聖經講到就是, 神真是呢,養管這個世界一切, 神會祝福一切,愛祂的人呢,神會照顧的。 這些就會幫助我們的信心。 我自己一信耶穌的時候呢, 我說有神呢,那就真是好啦, 神一定會照顧一切的, 那我就已經很單純地全心相信神 又賺美神我就經常都喜樂了 經常都想著善善神 很自然地有生命的果子和自然的果子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來講 尤其是這個世代真的跟我們那時候是很不同的 人們是遲遲都是給了這些picture OK 好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繼續結束吧 葉牧師,就之前我想你剛才說的《碼塔風音》第七章 你不是看到到底我們要遵守到什麼程度才可以進入天國的 那我們這個答案你現在方不方便解答還是留待下一次? 我現在說完了 其實呢,是沒有一個標準的 不是說我要做到,不要罵人 我要做到什麼什麼,那你就上了天堂 而是那個標準是什麼呢? 是我們會背改和努力去改 但是有些人呢,他曾經說改都沒有改到的 但是也都有,它改,因為聖經也沒有要求你要改到百分之八 當然呢,我來講呢,輕鬆得性的教導就是最好改到百分之八 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我們傳流任何的負面思想情緒 是會傷害我們,就是在我來講呢 就是任何傳流的問題都會傷害 所以我就會容許任何的負面情緒繼續停留 我一有,我立即會處理 或者負面思想,我立即會處理 立即用正面去看神一定會幫助的 但是,是不是這樣才得救呢?當然 有很多人事實上,它是改變得 就是如果我認同,0.01% 它真的有信心,不過很少很少信心 它有改,不過很少很少改 我不是神,我不去判斷,因為我不能夠判斷 那聖經也都有一些經文呢 都頗清楚講到一個界線的 譬如說,你不要恕人的過範,天父都不要恕你的過範 那這件事情呢,那是不是就是說 那個人不能夠遙恕人呢,他就上不了天堂 到底那個不遙恕去到什麼位置呢?這樣 那這一個呢,是我們不能夠有一個很肯定的答案 這個人這樣就不能去天堂 這個這樣就不能去天堂 我們只是說,我們知道這個罪是很嚴重 我們不遙恕人很嚴重,是可以失去救恩 所以我們不要讓這個人卡住我們,以致失去救恩 我們之前也看過加勒太書的五張 情慾的事都是顯然而變的 那行這些事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那聖經也很清楚講到 所以說這些人會去改變 到底改變了多少呢? 我不是覺得是改變多少,是他真的給神去改變影響他 那這件事情呢,是 是,聖經沒有define 做的 因為define很難define的 譬如說你改到百分之一 你就可以去到千堂 聖經沒有這樣的說法 改到什麼程度呢? 但是我們都告訴別人 你改得這麼少的時候,你的生命其實很痛苦 那些情緒經常都在搞妖的時候 他一世做基督徒都很辛苦 他經常都在罵人 他會悔改,有些人會悔改 有些人會悔改的人,他會悔改的人 他會悔改的人 不過他一旦又會罵過的了 那其實他都很痛苦的 他跟人生關係不同 所以,第一就是得不得救 第二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那種痛苦的程度 或者他喜樂的程度 他是會有大的喜樂 他是會有很多問題 還有他沒有喜樂之餘 他就會人際關係問題 他做工有問題 他經常被人解僱 他經常不開心 很容易被人解僱 那他整個生命 婚姻有問題 或者都不會結婚 其實不結婚一樣可以很好的 在《乾文多前書7章》那裡講到 就是說 他與她說 她是單身 反而是專心是別的 那麼他結婚 那他結婚了什麼 不過呢 有些人是結婚得來很慘的 因為他經常都想結婚 但是他也沒有結婚是很慘的 而他結婚又很慘 因為他經常不開心 很多情緒 所以無論他內心、世界和所有他處理的事情都是很多問題 這個就是他帶著痛苦來生命 這個我答不答到你 答到,謝謝你 所以我的理解都是 如果就算剛才我們提到很多變幻了的基督徒的例子 就是如果他們肯悔改或者積極去對付他們的問題 我相信他們依然可以進入天國 可不可以這樣說?沒事 是的,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譬如他就說我愛 接著他又是很貪責 接著他又是這樣侵犯女性 或監獄 因為他繼續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到底他有多恩心悔改呢? 這件事我們很難去判斷 但是神就很清楚能夠判斷 這件事真是神才能夠判斷 但是我們會警告別人 如果一個人在這個境況 他的果子是微弱到你都不肯定 有沒有存在的人 真是僅僅得救的人 其實他自己是很苦的 也有可能真的不得救都可以的 所以這個信息肯不肯定得救了 不只是說你有沒有肯定信耶穌的 有時候那些教導就是你有沒有真正 真正的悔改認罪 你跟著信耶穌那你就得救了 也有些人會說 首先我贊成龍缺治的那一字 我就說信耶穌 但是他信耶穌的悔改 因為我覺得不是人缺治 所以他信耶穌的 他是神改變了他的內容 他重生了 然後他在那一陣子 他同時就信耶穌的 我決定了 我信耶穌的 那我就會說 我們不要只看這件事 到底他和神的關係 他有沒有給耶穌去改變 有沒有盲復敬耶穌 他信耶穌呢 這個整個生命是怎麼樣 因為這件事會影響得救 所以說清楚得救 我們說這些果子 但是我們不是說這個 所以千萬不要說這些果子 是你們要做所以你得救 這些是表現來的 是後果來的 你得救的後果 得救的方法 只是背改信耶穌 是拿耶穌的救恩 這個是唯一的方法 行為是不叫得救 但是真信耶穌 是一定會有改變 所以你有時問個人 你有沒有覺得有罪 你有沒有覺得這些罪有問題 你會想背改 你有沒有嘗試找方法去背改 去改這些罪 去遵循神 你有沒有這樣做 我們問他們 他們說我真的有努力 有嘗試 那我們就告訴他們 你真的有背改 有什麼努力 求主幫你 有親近神 求主幫助你改變 那你是有這個基督的生命 不過怎樣加強的力也會是 就是怎樣和神關係好 有強的動力 有智慧去處理 其實很多東西在一起 都需要有這個智慧 有這個 裡面的平安 被人影響 可以人家被人 一路被人罵 一路可以平安安靜 OK 好 但是我記得結束 你還有問題可以寫出來的 親愛的師父 我多謝你 因為你是通滿神 你通滿禮善 通滿善良 所有你叫我們結結的果子 都在你裡面是很封城的 因為你是人 人愛喜樂部 人愛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結制 每一樣你都有 你裡面是 滿有美善 滿有能力 滿有能夠把這些果子發揮出來 當我們信靠你的時候 這些果子就會流動出來 求主幫助我們留意我們生命 有多少是被神改變 有多少是被自己的罪性影響 以至呢 我們是 有些人是 常常都是怒吵 激氣 煩惱 罵人 就是因為他裡面的那些煩惱 沒有處理 他只幫助我們真心悔改 並且有神的方法 智慧去處理這些問題 以至我們有平安體樂 有智慧不被惡人影響 有愛心去關心他們 讓他們深信他們所傷害 所以他們會傷害人 我就不介意了 所有者都回答我們 首先,我們是清淑得救 清楚有中國的鬼子 也都幫助人緩 Buff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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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a 幫助人 CGTcal KYC 更抚命 不要譬如耶穌說 我不認識你的人 互相不 admix 祂尾胖 是為了訓導一些基督徒 幫助他們一步步處理生命 謝謝謝謝耶穌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